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始学习市场专题 这也是经济生活很重要的一个位容 那我们首先从市场这个概念开始入手 其实我们讲市场 应该只是商品交换的场所都可以叫市场 有有型的市场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菜市场 我们所看到的百货商场 超市都可以是有型的市场 但是也有无形的市场 比如说网络市场等等 都是一些无形的市场 那我们看市场 它引出来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是市场经济 可以用两句话 第一句话 市场经济它实际上是一种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 资源配置有很多方式 其中有两个最主要的方式 一个是计划 另外一个就是靠市场 那么以这两个标准 谁作为基础 谁就是什么性质的经济 比如说以计划作为基础的配置方式 让我们称为是计划经济 比如我们国家在很长的时间就实施了计划经济 那么今天我们谈市场经济 它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 所以这种经济形式称为市场经济 它是相对不同的配置方式而言 它们都属于商品经济 所以有两句话 第二句话就是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 它也就是商品经济一种形式 所以我们讲经济的形式 可以分为最自然的一种经济形式 到最后的我们说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 那么到底什么是市场经济 把两句话结合在一起 就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 这么一种经济形式 就成为市场经济了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概念 今天我们维养这个问题 来展开一些基础性知识的讲解 第一个问题 要了解商品 商品的属性 我们都知道 用于交换劳动产品 是商品 两个关键词 第一个是 它一定是用于交换 第二个 它是劳动产品 那么首先解决劳动产品 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 还是商品 你一定是通过劳动 所得到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讲的阳光空气等等 自然用于本身的一些东西 它不能调为商品 因为它不是经济于劳动 所产生出来的 第二个方式 它一定是用于交换 因为很多劳动产品 我们不去交换 比如农民自己种的东西 自己吃的 这个它不是商品 因为它没有用于交换 很多人就问这么一个问题 说人体情况到底是不是商品 所以这个概念可以讨论 我们先放开它实际劳动产品 这个去抛开 那么它能不能用于交换 比如我同学说 比如说卖肾啊卖血啊 卖人脚膜等等 这种概念应该再看 用那个词 就是它的目的性 用于交换 所以从李东来讲 人体器材不是用于交换的 它不应该是商品 尽管有可能它是来动产品 有可能有非法的买卖 再进一步说 如果人体器材可以作为商品的话 那么意味着 人也可以作为商品去买卖 那么社会就沦散在 奴隶社会的形式 所以商品这个概念 它也很人先化 即使一个用于交换来动产品 同时还有个社会性的定义 什么条件下 可以作为商品 生产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它有两个基本属性 第一个就是使用价值 有用 商品有用 这是很好理解 如果是没用的东西 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的 这样的东西 永远不可能作为商品 比如说我们现在 不能利用的一些废品 不能重复回收的一些垃圾等等 它有点用途没有 几乎没有任何用途 不可能作为商品 这个很好理解 这个是商品的一个基本属性 但不是特有属性 比如说很多东西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 很多物品也可以满足人们某种的需求 这是很多物品的属性 所以它不是特性 而这种商品的特性 是第二个基本属性 就是价值 这个也是商品的实质 价值这个概念 同学们可能觉得不太好理解 它是个很抽象的一个词 因为商品的价值 你一定是 你一定在商品中 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这里面要把握三个基本词 第一个是 无差别 第二个是 人类劳动 第三个是 你一定在商品里面的 也就是说是一种 看不见的本质的东西 但那些哲学 在这个秀的本质的时候 就知道它是宿内部的 本身的固有的 这么一个实质的看不见的东西 所以价值 它其实通过什么体现呢 这种概念上引出 是通过交换才能体现的 只有通过交换 才可能说是无差别 举一个非常原始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五金 大米 等于 四双袜子 这个概念上来看 那么 大米 和袜子 它的使用量价值完全不一样 它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一个是用来吃的 一个是穿的 数量有不同 一个是五 一个是四 它们为什么能画等号 一个是为什么能够交换呢 同样的思考这个问题 你就能琢磨什么的价值 由于它们是不同的使用价值 也属于不同的所有者 但是 人们在投入这两个不同的商品上 劳动 它的辛苦程度 是一样的 这个辛苦程度 其实它很难用一个具体的数量去衡量 换句话说 一个浓浓薄 在五斤大米上 五斤大米上所渗透的人的劳动 和一个工人 他在四双袜子上的劳动 这种量是相同的 这个东西 就叫价值 它们能够交换 现在是交换什么呀 表面上是交换大米和袜子 实际上是交换大米背后 袜子背后的那个劳动 所以我们成为是无差别的劳动 那我们可以把它演示在很多 生活在那很多商品交换 你在交换什么呢 你拿着有货币出生以后 有纸币形式出生以后 那么我们老师拿着钱去买东西 那么钱是怎么换来的 你可能是另外一种商品 你可能进一步说是你背后的劳动 所以买卖的实质是用劳动交换劳动 这种劳动是无形的 看不见的 很难用数量 用这近象的东西去描绘 它就是价值 所以有了交换就有价值 有了交换就有了无差别的劳动 因此我们研究这两个概念的时候 一定弄清楚 使用价值它是相对人和物的关系 一个商品对人的这种关系 而价值是什么关系呢 是人和人 两个交换者之间的关系 是一种互换劳动的关系 这也是第一个大问题 就是什么是商品 以及商品有什么基本的属性 第二个问题 货币 以及它本质和基本质量 在学习市场这个专题的时候 我们要从这基本概念入手 那么货币这个基本概念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句话 货币就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 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 它的实质 就是一般等价物 所以要理解一般等价物 就不是某个个别的等价物 和特殊的等价物 一句话 货币可以和一切商品 一般的商品去交换 它能够衡量一般商品的价值 不是某一个偶然的商品 当然货币的发展 也是经过一个过程 由偶然出现的 简单的物质交换 到经常的物质交换 到货币的出现 那么人们历史上 经过了漫长的过程 但是这些根据的交换的媒介 比如说我们了解羊啊 贝壳啊 丝圈的等等 都没有固定下来 不能固定意思是 今天可能是这个东西 这段时间可能是羊 在这就是羊可以充满交换的媒介 那么在这段时间 可能是另外一个商品的 他们都不能固定 所以都不能强调货币 那么能够固定下来的 经营 本身的自然属性 一切割 一携带 一保存 本身是比较稀少 它能够固定下来 充当了一般等价物 所以货币 它作为一种形式 是以经营的形式来呈现出来的 它的两个基本之能 第一个是价值尺度 我们听说尺度这个词 就很好的意见 比如说这个 这就比较多长 那我怎么衡量呢 拿一把尺子来衡量 它有五寸长 那么这个五寸 就是一个尺度的意思 前面讲呢 价值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我怎么知道这个商品有多大价值呢 它的 你一些商品的那种 一差别的劳动 那个抽象东西是什么呢 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尺子 找到一个尺度 它就是货币 所以 它的第一个基本之能 就是价值尺度 因为货币 本身是商品的价值 它能够衡量 别的商品的价值 这像一把尺子 本身的长度 它也能衡量 别的商品长度一样 而货币在值得 价值尺度的货币的时候 它是不需要 这种实质性的 或者是现实的货币的 你只要告诉它 它值多少货币 就能衡量它的价值大小 第二个基本之能 就是流通手段 那么货币 它的实质到底是干什么呢 一个要和量商品的价值大小 另外一个 它是一般的等价物 它的本质是 既然是一般等价物 这意味着 你要让商品流通起来 你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 就像一座桥梁 那么这边是商品 另外一边也是商品 让我让这个社会上的商品 能够流通起来 中间就依靠货币 作为桥梁的 没有货币 就很难去流通 比如说物质交换时代 你拿到一头羊 去换一袋大米 这个是两个都需要的时候 刚好符合双方的需求 这个交换能成功 假如说 我不需要大米 我来的羊 我想换另外一个 一把斧子 要换一双袜子 但是对方没有 怎么办呢 你可能经历很多的曲折 交换很不方便 经济很难发展 也能货币了 一本买交换出现了 我随便都可以换着货币 买卖分开了 我先是一个卖的过程 然后拿着货币去换的地方 换的时间 就买 这样一地一时的买卖就实现了 商品也自由流通了 所以经济的商品流通 再复杂 它也是基于对每一个规律 所以它的第二个质量就是一个乔章的质量 一个媒介 它执行的是流通手段中的 这种形式 一定要是现实的货币 就真实的货币出现 才可能实现这种质量 这是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第二个基本的概念 货币 第三个概念 汇率 那我们在讲经济里面的政策的时候 很多会提到 有关货币政策的问题 金融政策的问题 那么汇率问题呢 我们在讲整个市场的 国际市场 市立市场 一定会讲这个概念 那么要了解什么是汇率 什么是外汇汇率升高 和外汇汇率的跌落 汇率也叫汇价 那是两个货币之间的 比比关系 对行关系 也就是两种不同的 两个不同的国家 两个不同地区 它的货币之间对行关系 这个就叫汇率 那么汇率怎么表示呢 是100个外地单位 对换更多的本币 这么一种方式 那是我们的外汇率升高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拿100美元 100美元 换多少人民币 如果是换的越多 那么就说明 外汇汇率升高的 朋友们思考一下 换的多了是 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 换的少了 甚至很贬值 这可以思考 比如说 我随便说的数字 由早期的换820元 比如说再换720元 人民币 620元 这可能在不同的时期 会出现不同的一种 汇价汇率 那我们说 这种情况下 100个外地单位 换的人民币也多 这意味着外汇率升高 那意味着人民币是贬值的 相反 外汇汇率跌落 这种情况就是跌落 意味着人民币是升值 这是什么叫汇率 什么叫外汇汇率的变化 升高和跌落 好 第四个问题 为什么保持人民币的稳定 当然我们从六个方面去解释 第一个 对国内保持物件的总的水平 稳定的好处 它主要是对国内来说 对内 你可以保持 整个物件的水平稳定 如果是外汇汇率 发生重大的变化 人民币时常升值或者贬值 那么一定会 由对外贸易 这样的国际的市场 理想到 对内里的一些变化 比如国内物件的变化 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当然 对外也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这个也标志着人民币 作为一个 更化于内容国的 这种纸币流动形式 它是坚挺的 是强大的 是有信用保证的 所以同学们不妨 可以拿出一张人民币里面 看一看 我们每一张人民币背后的图案 都是很有意思 比如说 有这个井冈山 有人民大会堂 有我们国家的 大好的和珊 其实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风景 也是一个国家的名片 它意味着 中国的人民币 它的信用度 是和好的 是一个强大的信用 作为后盾的 第三个方面 都有利于人民社会的安定 国家经济的 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 还有利于 国际金融的 这种稳定和发展 有利于扩大就业 缓解国内最有压力 还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 国际收支平衡 根本宏观之一目标 所以整体来说 应该保持人民币的一种稳定 第五个问题呢 是供求对价格的影响 我们讲市场问题 市场有三个信号 或者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 就是价格 这可以说是市场的一个标志 比如价格高和低 一个商品的变化 物价的变化 那我们所关注的 消费物价指数等等 都是从价格这个信息 所呈现出来的 第二个就是供求 商品的供应局和需求 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变化 也会使市场很重要的一个信号 那么这种价格和供应局 是怎么导致的呢 所以第三个信号就是竞争 你看我们谈市场 无法就是离不开 来讨论的三个信号 这三个关系的互动 就形成了今天的市场 供应求对价格有什么影响呢 供应求价格上升 这样就出现了卖方市场 卖方市场 哪一方市场就是哪一方占主动 正主动的那一方 我们称为什么方市场 比如说卖方占主动 等待东西就不多 那么供应不应求 价格很高 我可以不卖给你 我可以高价卖给你 这就比较主动了 相反供应不应求 价格降低 就是买方市场 那么商品可能经常会在 买方市场 卖方市场之间徘徊 因为供应求是微妙的 经常在发生变化 价格也会发生变化 所以这些问题就 价格和价值是什么关系 一个商品为什么 有的时候价格高 有的时候价格低呢 但是无论怎么高怎么低 它都会以一个基本的标准 上下波动呢 因为有价值在起作用 所以价值 决定价格 价值是价格的基础 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 第七个小问题 就是商品的价值量 和社会购买的时间的 这种关系 很简单的两句话 就是商品价值量 生产一种商品的 这种 社会购买的时间 决定的商品价值量 它们之间是成正比的 换句话说 生产一种商品 社会购买的时间越长 就意味着 这种商品的价值量 越大 相反 商品的 社会购买的时间越短 价值量越低 那商品购买的 价值量又有什么质量呢 又有 生产这种商品的 社会劳动胜利 那么这个三个关系 可以说是 生产一种商品 它的 社会购买的善利 越高 所需要的社会购买的时间 越少 价值量越低 这准备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比如说 手机就是很简单的意思 很早的手机 它的功能少 价格很高 现在的手机几乎普及了 功能多 质量好 价格反而还低 什么原因呢 是由于 社会劳动胜利 提高了 生产手机的 社会购买的时间 减少了 整体价值量减少了 而价值量又对于价格 所以价格减少了 这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由于这个关系就引出来价值规律 价值规律 它是商品经济的一个基本规律 我们说市场经济 它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 到底市场怎么去配置 符合什么原则和规律 这是我们所讲的 符合商品的价值规律 我们用一个图 来看看 如果这条直线代表商品的价值 我们代用一个纵坐标 代表它的价值 通过社会比较时间的表示 是一个相对稳定值 红坐标 我们用时间的表示 恒坐标是时间 这个恒坐标是时间 正坐标是商品的价值量 那么一个商品 它的价值量是由社会比较安全举定的 而社会比较时间是相对稳定的 它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它是一条直线 那么价格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 由于外境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供求关系 纸逼的发行等等 那么价格可能会很低 低到比价值量还低 有可能符合价值量 跟它完全一致 有可能很高 比如说一个商品 它供不依求 价格可能很高 可能涨得很快 银河那个商品 供给了一种 亏点都没有要 那就属于 价格 第一价值 那我们从价值规律 来分析之内 现在为什么出现 再看价值规律 价值规律 基本能源是 商品的价值量 由生产该商品的 社会必要要 要用的时间决定 所以它是一条直线 它相对比较稳定 而商品交换 在这个价值上 基础之上 实际的是 档价交换 什么意思 主要是说 商品交换 它一律是让这个价格 要符合价值 我们把那个图 再给它 换一种形式呈现 就这个直线 像直较实相对不变 那么价格 如果把时间拉长的话 它也会 为了它上下波动 绝对不可能 大幅度的上去 或大幅度的下滑 除非出现 其特殊情况 为什么呢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盒普通的火柴 你再贵 你也不可能比电视机还贵 因为手机 你再贵 有可能 怎么有比一个 普通的一支粉笔 它要贵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一个 基本的东西 阻碍它 就是价值量 所以它的表现形式就是 商品的价格 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由于受供应球关系 这个外界因素的影响 它时高时低 这是价值过滤 你找不到价值过滤 就理解了 为什么商品 有的时候价格高 有的时候低 再怎么高 也高得来去 再怎么低 也低得来去 它有一个原因的 就是商品经济 基本过滤 价值过滤 再起作用 好 下面看 第九个问题 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 很好理解 四个基本特征 就是 平等性 竞争性 法治性 和开放性 怎么理解 这四个基本特征呢 我们弄清楚 平等 实际上是 谁的平等 实际上是 主体的平等 市场竞争 主体是平等的 平等就意味着 没有歧视 没有特权 这个意味着 市场竞争的主体 比如企业啊 等等 他们是 在市场上 都是平等的 市场的主体 第二个 竞争性 就意味着 这个市场 不意味着 垄断的 不意味着 一家企业 在把这个商品 就控制住了 它是一个 竞争的 广泛的竞争 那么竞争是要规则 所以它有法治性 既然是 平等的竞争的 法治性的一个市场经济 那么 一定不会是 封闭的 一定是向外开放的 所以我们解释这四个词啊 我们用这么四道话 第一个 产品细展是开放的 除了自然垄断行业之外 其他行业应该有 相当长度的竞争性 国家对产品的 流通的控制 应该是比较弱 这是市场经济的 一个特征 第二个 它一定是竞争的 这种竞争 对国家对要素流通的 控制应该是比较少 要求尽章性的能力 保持着相当比重的 私有经济 并且劳动的权力 应该是平等的 否则劳动的市场 就谈不上 自有竞争 第三层引申的就是 这种经济 它一定是有 法治的 应该是有规范的 透明的 政府的政府的制定 应该以民主制度为基础 这样的会降低 企业经营的一些风险 也就是服务 它也是规范的 第四个 它是开放的 那么在国际 产品市场上 应该实行 自由贸易的原则 在 资本市场上 应该有一个 相当开放的程度 而且货币政策 应该以货币自由兑换 我记住 这是进度的 衍生这四个意思 所以 市场经济 应该反对 永断 应该反对 这种贸易的保护 贸易的歧视 应该是一种 平等的 开放的 在一定规范下的 这么一种 自由竞争的经济 所以 从里面来讲 市场经济 应该是很完美的 一种经济形式 那么市场 它怎么样来配置资源呢 我就讲市场经济 它怎么样来配置呢 所以我们讲的 三个关系里面 讲的 通过价格 供求竞争的 配置资源 市场能够 集成灵活的 反应市场的 供求变化 传递市场 供求的信息 实现资源的 合理配置 所以市场利用 利益的杠杆 市场竞争 调章市场者 经营者的运信 它会用科学技术 和经营管理的进步 促进 生产力提高 实现资源的 有效利用 也就是说 它是一只 看不见的手 我们称为是 无形的手 这个无形的手 它是靠的是 通过 价格供求竞争 使不同的利益 达到一个均衡 使市场 实现了 这种撬动利益 在平衡 在变化 这个杠杆 这个作用 这就是市场经济 那么它不是由政府 或者是某一个部门 说了算 是消费者 市场的主体 用脚去投票 所以它配置作用 是通过一种 无形的形式 具体来说 它是通过价格供求竞争 来实现的 那么价格 怎么会实现呢 所以我们来 进一步来衍生 价格的变动 它会产生哪些影响 这是我们市场专题的 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就是价格 它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从两个方面 第一个 对生活的影响 第二个 对生产的影响 两个方面去解释 一般来说 价格上升 购买会减少 价格下降 贵买增加 这是一般来说 那么具体来说呢 不同商品的吸收量 对价格的变化 的反应程度 也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要分为 一些生活的必需品 它的影响呢 会比较小 高档的耐用品 影响会比较大 比如说我们说 水的价格 你高一点 低一点 你不能说不用 它还是在消费 还是在吸球 比如大米的价格 粮食的价格 它对人们的影响 那么 因为是每天必需的东西 所以价格的变化 对这些生活的必需品 的吸收量的影响 比较小 但是高档的耐用品 就不一样了 高档的耐用品 我可以不买 你价格太高 我可以不去购买 它会影响比较大 第三个影响呢 就是商品 它的价格变化 也会出现的 像互衛替代品的价格 互补商品价格 它们两种不同的关系 互衛替代品的价格变动 对双方的影响是同一项的 一个高 另外一个 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互补商品价格 它的影响是反相的 什么意思呢 消费者对基金商品的需求 他在 这个互替代品的时候 一个变化了 那么另外一个 也会随着同样的一个变化 这是第三个影响 从生活来说 那么从生产经营来说呢 是三个方面 第一个调节生产 第二 提高人的生产率 第三个 生产市场对目的 高质量产品 这是价格 它的影响 第十二个问题 就是市场调节的局限性 我们前面讲了 市场经济 听起来通过价格 供应球和竞争 去调节 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 很完美 当然亚道斯密 也思考这个问题 觉得很完美 就通过市场调节 资源经济 但是 市场经济也存在很多问题 因为市场调节 它本身不是万能的 它有很多的局限性 我们来分析 它有哪些问题 第一个 它不能 方方面面都 关注到 比如说 一些公共资源的调节 比如说国防 对军队等等 对社会治安 你不能都通过市场去调节 所以它不是一个万能的钥匙 什么锁都能开 第二个 市场调节 它有三个弱点 第一个是 司法性 为了追求利益 那么自发的这个进行 不是一种自觉的状态 第二个 它有盲目性 比如说企业的财务 它可能很少考虑 社会的效益 那么 比如说我们讲 一个行业的发展 当供应求价格上涨的时候 也就是说 价格远远高于价值的时候 这个时候 它企业经营者 只看到有利可图 盲目的投资上马 所以 也会导致 大量的资源浪费 同样 第三个特色 之后性 当于商品的价格 高于价值 有利可图 这个时候是 开始生产 当商品上市 也可能很多企业 开始投入这个行业 这种商品 一定会出现 供应求 价格下跌 无利可图 所以 市场调节 它有一种 自发性 盲目性 和滞后性 三个弊端 那么后果带来就是 如果仅是靠市场调节 会导致资源配置的 低下 资源浪费 社会经济的不稳定 会出现一个堆动和混乱 也会出现 人们的收入 分配的不公 差距拉大 甚至导致 严重的 两极分化 所以 从经济本身而言 市场调节 有一定的 效益性的作用 从效率上讲 它是有效的 但是从社会性 从公平角度说 它还存在很多问题 这个我们以后要分析 怎么通过一些方式去解决 市场调节的不足和弱点 十三个问题 就是来分析一下 社会主义 世界上经济的基本特征 当然我们讲 我们今天的中国 实现的社会主义世界上经济 这种经济 它是什么特征呢 第一个 它是以公有制 作为主体的 我们讲所有的结构的时候 它是公有作为主体 多种所有的经济 共同发展 这是社会主义的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 也是一个基础和前提 离开的公有制 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经济 第二个 它的目的 最终实现的是 共同富裕 不是少数人富裕 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要追求社会主义的发展 最终的目的 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所以 它的根本目的是 共同富裕 就像 快速行驶的一列火车 也可能在这个车上 有的是 舵铺 有的是运作 但是我们最终 一定要实现 拜都富裕 而不是 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 有的是火车 有的是马车 有的是跑着 有的是飞机 它不是一种共同富裕的 这种目的 第三个 它的特征就是 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 这就讲到 在社会主义上经济条件下 我们的市场经济 是这种调控 和要求下进行的 因此 它的经济发展 不至于像 脱缰的远马 一定是在一种原则 一定政策 一定范围的进行 所以 社会主义上经济 我们可以简单的详解 是 把社会主义 作为前提 加上市场经济 就形成了 社会主义上经济的 基本特征 好 那么这13个问题 是整个市场专题的一些重要的概念 和基本知识 我们下次课 再见